這是一個40集跨國雙主線的一個故事 它有台灣故事線 新加坡故事線 那在新加坡故事線它其實就是有這個金融犯罪 都會愛情是必備的 那在台灣的部分呢 就是會有這個盜領案的發生 駭客鬥志的一樣劇情 其實我們這次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嘗試 它從編劇到製作到演員都是跨國的 這次的拍攝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也為我們帶來很多的挑戰 新加坡跟台灣兩邊各有雙組 所以總共有四個導演 每一組都各有雙機 所以我們有八個攝影師 我們的製作期其實並不長 大概都只有三個月 兩邊都是 也就是說我們要在三個月之內 同時拍攝40集的戲劇內容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我們全部都是一個4K的拍攝 每天拍攝的檔案量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在現場要做這個檔案的儲存 甚至剪接到後期的這個部分 一直都是非常困難 需要在技術上面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對我而言 整個製作最關鍵的重點就是 如何保護這些檔案 像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四組八台機器 其實有時候甚至不只 比如說車拍啊 會用到各式各樣的小機器 我們檔案量真的非常大 就平均起來大概一天是一TB左右 我覺得在硬碟的選擇上 如何保護我的檔案安全 這是我們一開始最需要的考量 我們如何選擇硬碟 其實基本上我們是很看品牌的 對我們來說 我們儲存的東西就是 承載著整個團隊所做的心血結晶 那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容許說 太大的失誤 那這也是整個製作裡面 最關鍵的一個重點 因為你如果今天拍攝了之後 你的檔案沒有好好的保護起來 你的檔案有任何一點點流失 我覺得那個 就是那個損失是你沒有辦法 用金錢去衡量的 所以我們就是會選擇 比較能夠信任的品牌 來做合作 對就是我們選WD的原因 像WD這樣的公司 它其實每一個生產線 它都有制定好了 它不同的產品的地位 高階的SSD 企業級的硬碟 或者是比較經濟型的硬碟 其實它都有 而且它分類也很清楚 其實不同的硬碟有不同的屬性 可以在不同的時候 做很有效的應用 比如說SSD的高速硬碟 就很適合做現場的存取 因為現場是一個不穩定的環境 它可能在海邊 它可能在山上 它可能需要很快速的把檔案存好 然後保存起來 因為你現場的時間很有限 那SSD具備高效 然後具備穩定安全的優勢 作為現場的那個中繼硬碟來講 它是非常實用的 那正常來講 像我們已經在進入剪接 調光或者一些後製作業 甚至動畫這個部分 我們會選擇硬碟 可能就是比較企業級的 真正進入我的後製期的時候 其實整個工作的密度 真是提到極高的 因為我必須要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要完成這個40級的工作量 我們組了一個中央陣列 但是這個硬碟裡面檔案是 一直要重複的被存取跟讀寫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真的是需要一個效能很高的硬碟 不只是電腦 你就算把你硬碟設備充到很高 但如果說你的硬碟撐不住的話 那我其實在這個部分會 在這個階段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那有一些做備份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稍微低階一點的 傳統硬碟 因為它是作為第二備份使用 那它在穩定的環境之下 其實它可以放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這比較沒問題 而且它比較經濟詩惠 我覺得身為一個後期製片 就是除了必須要讓這個後製 可以順利的進行下去之外 其實對我而言最重要的真的是 如何讓前面所有人累積的 這個這麼久的一個心血 可以好好被大家看到 就是只有那一刻是真的 你要在家裡電視機打開 它被播出來了 大家觀眾可以有東西欣賞了 可以討論了 只有那一刻是真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真的是 這些檔案怎麼被安全的保存下來 怎麼被儲存下來 WD的硬碟給我們的印象就是很穩定 很可靠 價錢可以接受 對我來說 他們算是比較能夠被信任 就你買那個東西絕對沒問題 我身邊的檢介師朋友 也都會跟我推薦WD硬碟 所以WD硬碟真的是 就是業界檢介師的好夥伴 從直劇場到你那邊怎樣 我這邊OK WD硬碟一直給我們很大的支持跟幫助 那硬碟的便利性跟穩定性 無論是在拍攝階段 還是在後期的工作 都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 那未來直劇場2的階段 WD硬碟一定也是我們的首選 我們一定會的無論是在拍攝階段